机车停放路边 女骑士看起来不太舒服 事发在云林土库镇 日前远警发现 32岁女子蹲坐路旁上前关心 才知道她刚捐完血要回家 但天气太热晕眩 差点自摔 最后通知救护人员到场检查 幸好女子没有大碍 不过最近除了天气热 还有这个现象 海面上出现长长一条 连接大海跟云层 这是在澎湖木斗与北方 19号下午4点多出现的水龙卷 对流非常激烈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 从天空到雪原上 有点像旋转式的波旋 这样这样子 对流旺盛才有水龙卷奇景 不过像这样天气不稳定的状况 下周可能得要持续注意 主要取决于太平洋高压的 一个势力的范围 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弱的话 未来路径可能还是有 比较偏北的趋势 甚至北转的分量多一点 虽然天气持续炎热 但菲律宾东方的热带的扰动 已经成为了热带性 低气压TT06 两天内可能增强为台风杜苏瑞 有专家预估因为附近海温较高 可能来到中台以上等级 而根据气象局 20号上午8点的路径前视图 它将往旅宋岛的方向前进 至于各国的预测 加拿大认为有侵台的可能 美国机构则预测 会登陆旅宋岛跟气象局相近 不过都还有不确定性 需要继续观察 提醒民众下周如果有出游 行程的安排得要多加留意 TVBS新闻 陈振扎重敏 花正森 黄凯自营总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